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今天咱们来说一桩上世纪90年代的大案 大到什么程度 作案20多起杀死17人 咱们从1994年开始说起 1994年1月28号 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南张乡中张村 有一户人家叫贾军奇 这一天呢 他们家一家四口 都被害了 连刚过百天的婴儿也没有放过 那么他们家呢 是一个由正房和东西房构成的一个院子啊 当长子县公安局的民警接到报案赶到这的时候 院门还是锁着的 院子里边一具男尸就横躺在正房前面 胸部背部腹部头部都有刀伤 还有钝器伤 浑身上下的伤口啊 多达几十处 死者是贾军奇 在正房和东房的那个过道上躺着一具女尸 身上有多处刀伤 头部被打裂了 弧状的脑僵子流了一地 死者是贾军奇的妹妹 叫贾翠玲 东房外间的地下躺着另外一具女尸 头部 胸部 腹部 有多处刀伤和钝器伤 其中胸部的刀伤 把胸膛都穿透了 死者是贾军奇的妻子 冯翠平 东房里间床上 还有一个刚摆天的小男孩 脖梗几乎都被刀给割断了 凶手呢 非常的狡猾 在逃离现场的时候 对作案现场做了破坏 所以技术侦察人员经过现场勘察 除了取得一双鞋印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物证 咱们之前一再提过的杀人 分为那几种情况 情杀 仇杀 未才杀人 那么这到底是谋财害命 还是报复杀人呢 从作案现场来看 凶手走的时候啊 抢走了一台21寸的彩电 还有一辆建设牌摩托车 一块手表 一部照相机 这在90年代的时候 这可都是值钱的物件 看这样子像是谋财害命 但是从作案手段来看 凶残至极 也一个活口也不留 甚至连刚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小婴儿也不放过 这又好像是报复杀人 于是第一时间 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三级公安机关组成了专案组 经过初步分析 很快就确定了侦查范围 立刻兵分四路展开侦查 一路民警呢 是在中章村调查 据村民们反映啊 说有几个人呢 确实跟贾家平时有点矛盾 那么他们有没有作案嫌疑呢 首先就是对这几个人进行摸牌 可是经过对这几个人查证之后 发现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 都被排除掉了 另外一路民警呢 是在村外调查 发现了被抢的那辆摩托车 藏匿的地点 正好是在南张村与西南城火车站之间 专案组由此推断 凶手可能是外地人 作案之后 有可能把摩托车往边上一甩 坐着火车就逃窜了 还有一路民警啊 是在火车站调查的 在火车站调查出的情况 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据铁路工作人员讲啊 早上八点 曾经看到过两个年轻人 抬着一台电视机进了车站 可能是坐车去南方的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途经长子县西南城火车站南行的火车 有的已经到达终点站了 有的即将到达终点站 专案组这时候 已经没有再细致考量的时间了 赶紧的向铁路沿线所有车站的公安派出所 通报了案情 请求协查击步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在河南省新乡火车站 来自长治的五二五次列车 还差五分钟就要进站了 这时候车站派出所接到了专案组的案情通报 于是立即出动 封锁了站内站外所有的出入口 在离出站口一百米的地方 民警们就发现了两个抬着彩电的年轻人 当时就把这俩人给抓住了 并且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面 搜出来了带血的衣服和凶器 至此128特大命案人赃俱获 128命案是破获了 但是凶手的真实身份 还有作案动机依然没有查明 接下来是更为艰难的侦查阶段 在审讯他们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那肯定是叫什么呀 家住哪啊 是吧 多大年纪呀 后来经过分析 感觉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随后呢 对他们又进行了询问 可是俩人就一口咬定 我们说的是真的 那 那问到他们为什么要杀人抢劫的时候 其中一个案犯就说了 是因为在长子县打工的时候 与一个朋友到死者开的小卖部 买啤酒 跟死者呢 发生过纠纷 吃了亏了 为了报仇才杀人的 民警就接着追问 那你这朋友是谁呢 这时候这个凶犯呢 拒不交代了 审讯就出现僵局了 这个凶犯呢 他自己啊 说自己叫郭金龙 通过这第一次讯问 审讯人员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这俩人心狠手辣 胆大妄为 不计后果 有重罪在身 可是神情自若 这绝对不是新手 哪怕再心狠手辣的凶手 你在做完第一次案之后 你一定是慌张的 第二个结论 这所谓的郭金龙 拒不交代朋友的情况 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不能排除是犯罪同伙的可能性 第三个结论 只有从案犯的身份入手 才能找到突破口 之前这郭金龙在审讯的时候 说自己啊 是河南华县人 于是专案组立刻派民警 赶到河南华县 经过调查 华县道口镇 华县电子公司招待所 并没有郭金龙这个人 从而证实 之前他们从郭金龙身上搜出来的 那个工作证是伪造的 另外一个案犯呢 说自己呢 叫白学丰 同样的情况 到了他交代的那个地点 到了他交代的那工作单位一查 也查不着 民警又再次提审了白学丰 白学丰啊 说这回来山西 曾经在中章村 一个叫常小青的人家住过 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呀 民警呢 立刻调查 中章村有没有一个叫常小青的 一查 果然有 把常小青叫过来一问 常小青说了 哦 那个 1月26号的时候 河南的珠宝梁 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 来过我们家 说要为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何小磊报仇 3月27号 他们走的 住了一宿 随后啊 据常小青的这个交代啊 相貌啊 衣着呀 整个的人的特征啊 跟所谓的郭金龙和白学丰 是很相似的 由此认定 这个所谓的郭金龙 就是珠宝梁 行了 既然掌握了这个线索了 那就甭绕弯子了 第二次提审 郭金龙 审讯员呢 把他叫到那之后 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 你不叫郭金龙 而另有其名 你这次来山西到过什么地方 找过什么人 我们都一清二楚 郭金龙一看 那我叫什么呀 你叫 朱宝梁 朱宝梁这一听 得了吧 别骗了 人都知道底细了 于是啊 交代啊 是 我是朱宝梁 郭金龙是假名字 工作证是偷来的 原籍河南华县 四间房乡 朱点村 被捕之前呢 住在河南省交作市 马村九里山矿山 活工人村 没有工作 没有正当职业 这朱宝梁 说出真实姓名之后 审讯员呢 又趁热打铁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改名换姓 为什么要伪造工作证 这朱宝梁呢 反正人就一个态度 我为哥们一起 我就是为我哥们报仇 至于为什么改名呢 他说了 之前呢 跟何小蕾呢 是育友 俩人做完案之后 何小蕾 让河南新乡市公安局 给抓住了 所以啊 他迫不得已 这才改名字 进而他又说 与何小蕾关系 一直特别好 还在一起 干过杀人的勾当 跟贾军旗也就是被害者啊 他们可以说是有矛盾吧 之前呢 这朱宝梁 跟这个何小蕾 俩人呢 到了贾军旗开的 这小卖部里边了 结果后来起了矛盾之后啊 赶不过人贾军旗 让贾军旗给打了 何小蕾呢 还因为受伤 住了几天院 所以这回是要找贾军旗报仇 随后专案组 把现有的证据 还有口供一比对 那么朱宝梁他们杀害贾军旗一家四口 真相大白 朱宝梁为了报复贾军旗 1月24号到河南浦阳市 找到了白学丰 一同呢 就来到了长子县中章村 在长小青家就住下了 把贾军旗的事也告诉了长小青 27号晚上 朱宝梁白学丰两个人呢 来到村南菜地的一个小屋子里边 就埋伏下来了 第二天凌晨 翻墙入院 进入了贾军旗家破门而入 把一家四口就都杀死了 通过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朱宝梁啊 还真是有千科啊 他呢 当年是23岁 小学的文化程度 没有工作 89年因为盗窃罪 被河南省交作市 马村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在监狱的时候 认识的何小蕾 因为何小蕾 与朱宝梁杀人案有关 所以专案组立刻 又向河南新乡市公安局 预审处了解情况 何小蕾啊 确实在押 于是新乡市公安局呢 同意将何小蕾 及其同案人冯志伟 移交给长治公安局 病案处理 当年3月15号 长治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朱宝梁 白学峰 长治市公安局预审处 在3月16号 执行逮捕之后 正式受理此案 这何小蕾呢 是那种典型的 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主 但是另外一个嫌疑人 冯志伟的表现 却出乎民警的预料啊 这冯志伟啊 一见着民警 就开始大声的喊冤枉啊 紧接着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 民警问他 为什么要承认作案 冯志伟说了 哎呀 我自从被带到新乡之后 我心里怕呀 我这逼得紧了 我就承认了呗 不仅我就推翻了呗 是吧 反正 反正我是认了 我认栽了 经过调查 这冯志伟与何小蕾 是一个村子的 冯志伟呢 平时争强好胜 有手好闲 不过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冯志伟啊 跟何小蕾关系 一直不好 他们没有什么来往 在此之前 也没有发现 冯志伟有什么前科 而珠宝梁在供述之中 也说不认识冯志伟 那么这个冯志伟 怎么就被当成了 何小蕾的同案犯呢 照这个情况来看 现在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何小蕾 据调查呀 这何小蕾 父母离异之后 他的父亲 把他从山东 带到了山西 他父亲后来呢 又给他找了继母 因为跟继母啊 关系不合 跟家庭其他成员之间呢 感情也比较冷漠 所以长期在外 再加上缺乏管束 整天呢 就是胡作非为 跟社会上的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呢 交往的就比较多 这个人呢 很讲哥们儿义气 其中与珠宝梁的关系 是最为密切 要想让何小蕾 共出与珠宝梁 共同作案 那么必须就得 想方设法 让他从哥们儿义气之中 给解脱出来 审讯人员 再次审讯何小蕾时 何小蕾啊 刚被带到了预审室 就迫不及待的问审讯员 说珠宝梁现在在哪呢 审讯员呢 也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说了 哎 珠宝梁那个人呢 说话痛快 敢做敢当 认罪态度很好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 你何小蕾呢 他还说你们1993年 一月到五月之间 可干过一些大买卖啊 啊 对了 他还说了 他跟你是铁哥们 他对你很够意思 何小蕾一听 当时明显情绪就很激动 在那不停的喘着粗气 审讯员就接着说 怎么样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何小蕾听到这儿 实在气不过了 这小子真不够意思 我一直保他 想不到他用出卖我来当好人 行了 算了 我也算尽到心了 你们问吧 只要我干过的 知道的 我全说给你们 在这之后的审讯工作里面 审讯员为了让何小蕾的良知啊 苏醒过来老师的交代罪行 不言其凡的给他讲着做人的道理 用同情何小蕾同年的不幸遭遇 来建立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经过多次的审讯 何小蕾承认 并且印证了珠宝梁交代的 从1993年1月到5月之间 先后在河南洛阳 新乡 玉石县 山西长治县等地 抢劫作案七起 杀死四人 杀伤三人的犯罪事实 同时还交代了 并没有和冯志伟共同作案 那么为什么他们把冯志伟给供出来了呢 是因为冯志伟啊 过去学过摔跤 这个何小蕾呢 让冯志伟摔倒过 马上让他给教训过 当场丢了面子了 所以怀恨在心 这才把冯志伟给拉了进来 当年4月2号 常治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常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月4号 常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朱宝梁 何小蕾 白学峰 三名罪犯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4年4月14号的时候 常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呢 就又传出消息了 说省高院的那个死刑啊 还在复合过程之中 这朱宝梁呢 又供出来了 说在1993年12月 火同同村的吴海军 在陕西河南的部分地方作案 一共是无期 于是审讯人员当机提审朱宝梁 追问时间 地点 和具体的情节 1994年4月16号下午 民警啊 是兵分多路 分别到陕西和河南进行查证 去陕西的工作组呢 首先就赶到了华音市 在华音市调查的时候 了解到 华音市案发的转过天来 隔壁的华县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查证组当即决定病案侦查 在华县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 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查清和获取了 两起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证据 那么当时这两起案子 又是怎么回事 1993年12月11号晚上9点 华音市孟原镇 秦玉村的村民耿恩生 他呢路过关北310国道的时候 被人用匕首杀死了 抢去了30块钱的现金 还有一辆自行车 隔过天来 晚上8点左右 华县刮坡镇南沙村的村民 令玉龙在西同公路里托桥附近 被人用匕首杀死 抢去了30块钱现金和一辆自行车 17号的时候 查证组就进入了秦岭山区 因为这个地方啊 天气变化比较大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 下雪 又下雨 雨雪交加 能见度很低 查证组也顾不上个人安危了 连续行驶了12个小时 终于抵达了地处秦岭之中的山城阳县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之下 重新勘查收集和获取了1993年12月21号 晚上8点左右 阳县石曹乡中心小学教师杨世存 路经万岭108国道一个上坡处的时候 被人用匕首刺死之后 扔进了万丈深渊 抢走了80块钱现金和一辆自行车的全部实施证据 去河南的工作组呢 在河南省公安厅预审处以及华县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之下 4月17号零点将珠宝梁供述的同岸人吴海军行使拘留 并且在原地就进行了突击审讯 审讯之中啊 吴海军就只供述出 说曾经1993年12月8号 和珠宝梁还有另一个叫二龙的人 一起从河南来过山西 在文喜县逗留了一天之后 吴海军一个人呢 带走了珠宝梁 放衣服的提包 偷偷的跑回了河南 对于珠宝梁和另外那个二龙的去向一无所知 经过进一步查证 从时间上就排除了吴海军参与禁欲作案的可能性 根据吴海军供述的那个二龙的相貌特征 说是圆方脸身高一米七左右 偏胖 这跟之前抓获的白学峰是很相似的 排除了吴海军作案嫌疑以后 17号18号查证组啊 连续作战 在宝峰县登峰县公安机关的协助之下 又迅速落实了珠宝梁 在这两个县作案的全部犯罪事实经过 1993年12月23号晚上8点左右 河南省鲁山县新吉祥曼流村的村民十二镇 骑着自行车 路经宝峰县阳庄镇的时候 被人用匕首刺死抢去了自行车一辆 1993年12月24号晚上7点左右 河南省登峰县大金店向金中村的村民贺贵福 骑着车 途经207国道的时候被人用匕首刺死抢去了20块钱的现金 一辆自行车 一件厚的防寒服 还有一条仿羊皮的裤子 还有一双皮靴子 当天晚上8点左右 大金店乡海河湾村的村民流春节 骑着自行车 路经207国道的时候被人用匕首刺死 抢走了现金4块钱 各位只有4块钱就把命给丢了 4月18号去河南的工作组就回到了常治 两路查证组回到常治之后 就查证落实的情况也进行了分析 他们决定先不接触珠宝梁 对白学峰立即进行提审 在这种公事之下 再加上白学峰自己也知道判了死刑了 这交代不交代也都是一样的 还不如交代了呢 这么着他就交代了他小名叫二龙 1993年12月间 同珠宝梁在陕西河南 共同抢劫杀人作案6起 杀死6个人 抢劫现金164元 自行车5辆的犯罪事实 白学峰的供述啊 也揭穿了珠宝梁原本的供述之中 和吴海军共同作案的违攻 也就是假口供 紧接着就是提审珠宝梁了 珠宝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你不得不老实说话了 他就如实供述了 与白学峰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 那么珠宝梁为什么又要诬陷吴海军呢 珠宝梁说呀 吴海军呢 跟珠宝梁白学峰三个人 在山西文喜县的时候 他偷偷带走我的提包跟衣服 就溜回河南了 我当时因为没厚衣服穿 我挨饿受冻啊 所以我用这个办法 我得对他进行惩罚 正当查证核实工作 紧锣密鼓的进行的时候 看守所值班干部啊 又了解到了重要的情况 说4月21号晚上 珠宝梁在跟同监市的这个御友 闲聊的时候说了 现在作案啊 就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些事我不说连鬼都不知道 前几天高院复合的时候 给他们说了我在河南陕西 一共做过五起案 结果公安局几天就落实了 要是我不说 他们根本破不了 我在河南辉县还杀过俩人呢 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结果这个御友啊 就报告了 接下来就是再次提审 珠宝梁啊 珠宝梁一开始 面对审讯人员满嘴就是说啊 我全交代了 我再也没做过别的案子了 那么你跟谁在河南辉县杀过人呢 我跟小蕾杀过俩呀 这说出来他才发现完了 说秃了嘴了 于是不得不交代了 1993年2月 火同何小蕾在河南辉县市 抢劫作案两起 杀死一人 重伤一人的犯罪事实 4月23号 查证组在河南省辉县市 公安机关的帮助之下 也查明了这两起案件的犯罪事实 1993年2月12号晚上 河南辉县长村乡长村北 一个叫王辉的人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被珠宝梁何小蕾拦住要钱 并且全打脚踢 当时就把这个王辉给打昏迷了 抢走了38块钱现金 一辆自行车 还有一些饭票 还有酒 王辉啊 被大成重伤 同一天晚上 辉县市梦庄镇长屯村 无保护老人皮天拳 骑着三轮车 在回家路上 在新辉公路交界那 被珠宝梁何小蕾打死 抢走了现金40块钱 就这样跟挤牙膏似的 多起犯罪事实 现在都已经清晰明确 1994年4月25号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眼瞅着死期快到了 何小蕾可又玩起了拖延术 他交代说 还有两条人命案 一是在平顶山 被归持水库 杀死一个年轻人 抢去现金一千 死者被绑上石头 沉到水库下边了 还有呢 就是在新交公路上 杀死一个年轻人 抢了现金两万 各位 他们之前抢钱都是几十块啊 几块钱的 他们都干过 可没看过两万块钱的呀 长治市公安局一听 这可是大案啊 这个犯罪情节更恶劣呀 于是派出民警 四次前往河南调查取证 在河南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 经过几天调查 证明何小蕾 那是纯属编造的 压根就没这事 您各位可能纳闷了 没干过他交代什么呀 因为啊 他们知道 怎么也是逃不开死刑了 我多交代一起 那么公安机关你就得查吧 你查个十天半个月 我就多活十天半个月 反正你再要枪毙我时候 那我再交代一起 你就接着查吧 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拖延死刑的来临 当年6月15号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朱宝梁 何小蕾 白学峰死刑 经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和最高人民法院何准 6月30号 正义的枪声 结束了他们 罪恶的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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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